昨天晚上凌晨大概三点半的时候 警察疯狂的按我家电铃 然后那个按的声音是 真的好像就是出事那一种 一直这样按 整个人从睡梦中吓醒 全部都是因为 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在我家的门口 我的车子被偷走了 一般在伦敦 车子被偷走 要找回来的机率真的非常非常低 报案之后一直到昨天 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 我载我女儿去上画画课 下课的时候经过一个公园 我们竟然就奇迹式的发现 小偷把我们车子偷走 可是他停在一个路边 我们就赶快报警 马上打给警察 然后警察就说 好你找到就好了 警察就说 因为你是车主 然后你也找到车子了 你现在就是打给 脱掉公司 或者是你的车子的原厂 请他们来处理后续 公司跟我说 他们还要三个小时才能够来救援 所以我就先把女儿带回家 然后我妈还写了一张纸条 请不要再碰这台车 因为警察等一下就会来 就警察也没有来 后来我们最后去看车子的时候 不但看到了小偷 而且小偷就在我们面前 又把车子都开走了 就昨天三点半的时候 为什么警察突然按门铃 因为后来他们抓到小偷了 就是抓到这个小偷在开这台车 然后警察就全部进我家 然后就开始坐笔录 本来是只有两个警察来 后来另外又来两个是因为 他们帮我把车开回来 我就跟警察说 为什么你们不来收集质问 或者是来收集一下证据 或是看这车上有没有什么账物 但是他们就跟我说 这个不是他们 这个单位可以决定的 就他们另外有一个 收集物证的单位 他们需要把现在报警的事情 去pass给 就收集证物的单位 他们才能决定要不要派警察过来 我就说可是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跟我的女儿就一直等 拖掉车来吧 因为小偷随时会再回来把车开走 这真的很危险啊 实在是 太可怕了 风铲传媒FTNN新闻网的朋友 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快 风铲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 中心祝福生日快乐 健康吃百里 也期许风铲传媒 不断突破创新 善用新媒体 新力量 和国人同胞 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福 工作同仁 万事主义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风铲传媒诞生了 一路走来 我们无畏辛苦展现专业 让FTNN新闻网 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 我们无畏付出展现创意 让网络节目达成 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 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 风铲传媒 感谢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